哈囉 各位同學 這個我們再畫一次這種東西齁 就是 這是它的正向力 然後把它分成一個 水平力跟牽制力 那牽制力會抵消 重力 那水平力就向心 好 那所以 你的SETA已經出現了 你向上的還是什麼 MG 要跟下面一樣 對不對 一樣大 所以 FC對MG就是TG 所以我們再倒一次 你的AC 這個就是你的向性加速度 F的MA 是GTG 那GT就開始啊 向性加速度是R R乘以Omega 你的R要用這個嘛 這圓形的這一段 對不對 所以你要23SETA 那我都用23SETA去寫齁 那所以你Omega 就可以寫成這樣 那你的CETA越大 CETA越大 CETA越小 CETA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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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TA越小 CETA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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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時候你的V也會越大 所以只要選這個 周極T平方分之四拍平方R 那你再說一次那R是20sinθ這個 那經過整理之後 那我們用兩倍角公式嘛 2sincos你的tangin是cos分之si cos分之si sin約掉cos上去就變這裡 好就變這樣 所以一樣θ越大cos就會越小 cos越小 那T就跟著越小 所以你就周期變小 都可以 反正我都固定一個做法 就是Gtgggtggtg 然後右邊都是做圓周運動 這樣你就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 在這裡也好 你原型的半徑要用這個Lsinθ 那它不這裡 量值相同 你只能說等速率 不能說這裡等速運動 也沒有講等速度還等速率 A1基本上可以刪掉了 那再來B選像他說 向心力 向心力是第一個 它是張力的一個分力 也會是張力配重力的合力 但是不會有一個外力叫做向心力 不會有一個外力叫做向心力 好 那牽指方向向上等於向下 好 就是剛才畫的這個 好 這合力為0 那最後整個合力要指向圓心 沒有錯 好 指向圓心 那你的半徑要用這個Lsinθ Lsinθ 再來他說這裡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就是說 你那個硬幣放在盤子上面 盤子在轉 硬幣沒有發生相對運動 這就是筋摩擦力的意思 所以 你用筋摩擦力打勾 然後動摩擦力就會化掉 那轉速 轉速就是V嘛 你的向心力用最大筋摩擦力來做 把它分至V平方 那就算出V V的代號 就這樣 好 那C對的話 那珠就錯了 好 珠就錯了 那如果一直轉轉 越來越快 摩擦力不足以 當向心力的時候 那它就會沿切線方向飛出 好 E選項是對的 E選項這個是對的 再來它都是半徑一樣的 而且它角速度是固定的 所以根據AC等於R Om2 所以它們都是一樣的 好 A等於B等於C 等於到底端的時候解釋是 增向力朝上 減掉重力 才是最後的合力 合力就是我們講的MA 好 那這個A就是向線加速度AC C 那也這個 減MGE過來變 這樣子 那再把FC 換成MROm2 這樣就可以寫過去了 好 向上的減掉 因為這C選項 好 C選項才會這樣 那如果是A 那你就是可以當 當然它跟這個軌道有接觸嘛 軌道也有正向力給它 好 那基本上之前是說 如果軌道恰可結束 或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重力就直接當向線利用 好 那在減斜運動這個地方 好 那通過 通過0的地方 就是平什麼 平衡點 通過0的地方 是平衡點 那速度 差不多3秒的時候 那平衡點叫做速度最大 好 然後 加速度為0 速度最大 加速度為0 那為什麼這裡速度為正的 好 好 XT的斜率就是當時的速度 所以 它這裡的斜率是正的 它這斜率是正的 你看1秒的時候 這斜率是負的 好 斜率是負的 那它就向左 那斜率是正的 就向右 好 那這裡 這就是K 好 K等於16 那根據公式嘛 2π跟它的K分之m 帶進來就好 帶進來就可以 好 跟這個正幅沒有關係 跟這20沒有關係 沒有 跟這20沒有關係 0.3π 好 再來 據平衡點為正2分之1的時候 我們說過正2 如果是2分之1的時候 半徑的一半要60度 那在60度的地方 開始 不是 它從R開始 然後距離2分之1R的時候 順時加速度是多少 就長這樣 好 那時候是講什麼 就是說如果60度 那這裡是60度 那我們要看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x30 那T平方分之4π平方R 這是公式的部分 再乘一半 再乘一半 2分之1 好 那因為它正在向左 對不對 向左 所以我們要找負號 有負號 那 4π平方在乘二分之1 就在這 柱的位置 好 那我們那天有講 欸 這幾個是不是講啊 這邊是不是講 哈哈好像是 好沒關係 那我再強調一下 我們那天說 你用角度做的話 就是30度嘛 啊我們這是算6秒 你要回到平衡點 1 2分之1 6秒的 30度的範圍 就是1 2分之1 周期 30度代表1 2分之1 那再乘它 就1 2分之1秒 或是你把它算成 這樣子也可以 我們要讓 回到 平衡點 坐標是0 那我們的cos 必須是90 cos還是90 造成T 就會是什麼 T就會是1 2分之1 都可以 畫土的話 就1 2分之1 周期 12分之1 周期 是不是就從這裡開始 因為他說速率是1 2分之1V的時候 速率 速率要是 自己的一半 就必須在30度的時候 要這樣畫 就因為 這是短的 這個是短的 這是長的 所以他還在 右邊一點 好 那他說他的 距離 距離就是這個 那你有30度啦 是不是2分之3的R 好 2分之3R 要符合這個條件 同學 要符合這個條件 那在第6個 第6個 重點是這個1秒 他有兩個位置齁 呃 出發點是5 然後1秒的時候也是5 好 1秒的時候才也是5 那所以經過5 需要1秒 好 就是去又回來 而且他是 到端點10喔 他先到10又回來5 所以同學 嗯 這個坐標要當5 對不對 大概先到10 然後再到5 所以他 因為坐標5的話 就代表了60度 好 在正幅的一半就是60度 那去又回來 去又回來 意思就是說 他先往這裡走 先往右邊走 再往左邊走 所以他走了120度 所以他走了120度 他走了120度 是1 3分之1 1 3分之1週期要1秒 好 相當於1 3分之1週期 1 3分之1週期要1秒 那週期就要3秒 他先往右 再往左 所以 你用這個相位角的話 逆時針的畫法 好 你先從B到R R到A這樣 這樣 這樣畫 那再來這裡 在我說最高點的時候 呃 加速度是1 2分之1G 最高 因為他是等於是千值 千值間歇吧 端點 端點的加速度 就是他的向心加速度 那你就可以拿一些了 對不對 第一平方 四排平方 摩託 增幅就出現了 那你就可以選A 那平衡點的時候 合力為0 合力為0的時候 加速度要等於0 這樣 那C選上平衡點的速率 好 平衡點速率 你用提分這個牌 提分這個牌 再算一遍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掉以算提啊 但是把T放進去 這是V 那所以C要選 平衡點的時候的正向力 平衡點合力為0 向上等向下 所以正向力會跟重量一樣 重量一樣 你就是拿著蛋糕 在手上 上下的移動 就變成一個剪斜運動 類似這樣的動作 最高點 最高點的時候 向下的是中力 正向力是向上 對不對 正向力是向上 所以你就變成重力點 重力點 正向力 正向力 向下的比較大 這樣子 因為他牽指剪斜 對不對 牽指剪斜 他這種平衡點 往上衝 然後再往下衝 再往下衝 再往上衝 再往上衝 你知道最高點的時候 好 最高點的時候加速度最大 平衡點 加速度最大 然後 然後 你又要回來 要向 向平衡點的力 好 所以你就變成 向下的重力 要大於 正向力 這樣才會有合力向平衡點 好 所以 這二分之一去 他給了加速度 view 最大加速度 最大加速度 就是那個 向線加速度 所以等於一二分之一 g 那這樣你n 就是2分之3G對不對 2分之3MG 然後 誒 選錯了 1加2分之1 1加2分之1 不是1加2分之3 1加2分之1 嘿 現在4點了 想睡覺了 1.2分之1 所以A11 剩一點點 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的畫法就是說 你要圓形裡面 然後 你坐標又在1 2分之1 然後他坐下 你要向右走 向右走的話 你那個什麼 你的向位角是不是要從 這要對準這個吧 對不對 對準這個 然後從這個點 然後往右走 對不對 然後往右走 再繼續走 為什麼要繼續走 他說要走到負的 你的X座標 水平座標走到負的 第一個要走到這個位置 這第一次 那再繞過來會有第二次 就是他的X座標 就是這一段 那第一次的話 他等於是繞了幾度 60 好 60 60 60 90 對不對 他第一次這個弧 繞了210度 好 210度 那12秒的210度 12秒是全部啊 一個週期 360分之210 就是7秒 好 一樣他讓你再走過來 就是再走 60度 12秒的6分之1 就是2秒 所以你要再2秒 所以你要再2秒 就變9秒 好 7秒加2秒 就是9秒 或是你用270去算也可以 你剩90嘛 所以另外一邊就270 好 這樣我們會有兩個答案喔 可以 會有兩個答案 好 第三題 我 看來 看來看 他都給你這個sign 好 這明顯是千指減斜啦 因為你水平的話是cos 好 那你這個地方就可以出現 這個R 好 不要忘記 我Mega在這個位子 那你可以先算 周期 好 T分這個拍算周期一下 好 T等1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是帶這個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 那因為是 這裡要注意喔 就是 他一個拍再加1 6分之1拍 他已經到超過180度 所以他的sign在左邊 好 又是在左邊的下面 就是 第三向線 要-5喔 要-5 好 這樣子 當你超過180的時候 又再多一點點 所以你的sign是這一段 歪走 好 所以這是負的 所以這裡才會寫負二分之一 在B選項的話 我建議就是把它全部為分一次 齁 曬變cos不用加負好 可曬變sign要再加一個負好 好 這我們之前講過 那你這個 Omega齁 這是Omega 把它一直拿出來 拿出來一次 然後再 拿出來第二次 就變拍平方 拍平方 這樣做 做完之後 你B選項的話 他說T要等於0 那就T代0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T代0 好 那你是-5拍平方 但是量值 題目講的是量值 在C選項的話 到處要5分之5 那就代6分之5 你把這個T代6分之5 好 但是你這樣加起來是6分之6啊 一個拍 一個拍剛好是 sign的 180是0 所以C選項是0 是對的 通過平衡點 有兩種做法 你x要等於0 或是你的 加速度要等於0 都可以 你可以x等於0 那就平衡點 或是加速度等於0 因為平衡點的時候 是速度最大 加速度等於0 好 所以諸選項 我用x等於0去做 那你要 sin90 不 sin180才是0 sin180才是0 好 sin0就是一開始 就是 一開始 沒什麼好寫啊 然後sin180 就是π 如果πT加6分之π 就是這裡 這個對不對 裡面的函數變相 πT加6分之π等於π 那π就是 t就6分之5秒 6分之5秒 第一次 6分之5秒加速度為0 而且是第一次通過 所以這也是要改6分之5 通過平衡點 好 C選項是t帶6分之5 C跟豬剛好是姊妹體 E選項出速度 出速度 出速度就t帶0 好 t帶0 t帶0的時候 然後 他只剩6分之5 那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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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度 是2分之3 對不對 2分之3 那 就是那個 要去複習一下 我們那個講義 你們講義啊 你們講義有一個表格 上面就有寫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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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散 默寫一下也是應該的 趕快走 幫你不認帳哦 幫你不認帳 再講一邊 再給你看一次你寫了什麼 追蹤板 這個 這裡 這個位置對不對 口塞口,塞口塞 你增負號就看 口變塞要加負號 塞變口不用加負號 這樣子去抓 那就看誰帶領 題目要帶什麼 都可以做 在這裡 根據這個條件 這是條件 0.1帶進去 好,這裡0.1 Omega等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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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5盆著2排的周期 Omega等於5 什麼叫摩擦力最小呢?就是說如果它夠粗糙 它可以提供的最大近摩擦力可能到這裡 可是我不用啊 我不用啊,我現在的 我現在能,他說上面這個函數能夠提供的 需要出現的最大加速度只要2.5就好 2.5乘以質量2 其實只要5牛頓就可以 所以其實我,我是積木的話我能提供的最大近摩擦力可以下降到這個位置 5牛頓,如果我下降太多那就變成 突然來的,我摩擦力不夠我就會滑動 摩擦力不夠我就會滑動 好,就變動摩擦力的情況 所以它這邊應該講的精準一點應該是 積木所能提供的最大近摩擦力最小應該是多少 最大近摩擦力最小應該是多少 才會比較清楚 所以才不會覺得說啊你加速度明明最大為什麼力氣板是最小 它要提供的啦,呵呵,它至少提供多少的意思 好,那提供不到,那物體就會相對滑動 相對運動,可是它現在積木不要讓它運動 不要讓它相對運動 好 不要讓它相對運動 所以就這樣,這裡蠻簡單的啊,就是帶樹枝而已 好,這是第四章的部分啊,我先錄到這邊 然後接著再錄第五章 就… 再錄第六章的部分啊,這樣子 再錄第四章的部分也要做音樂 那兩章的部分也會有一點有性的